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时代力量力尾林长佐从重金属乐团主唱跨界政治圈,吸引不少外国媒体关注。 华盛顿邮报近日专访林长佐,除了介绍他与众不同的背景外,林也在访谈中强调,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,这是毋庸置疑的。 华尤在报道中形容,林长佐就像是从超人转变成克拉克·肯特,超人在地球的姓名,称赞他是台湾崛起的政治新星,在台湾笼罩在中国阴影下的这一刻,为政治圈注入新的活力。 林长佐在访谈中提到,他的首要任务是成为一座桥梁,鼓励更多年轻人参与政治,即使我们在国际社会中遭到孤立,我们也想要向世界证明民主是能够运作的,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国家更好。 林长佐认为,台湾人负有特殊的责任,即使在面对中国的强大压力下仍能不失希望,我们需要保持乐观,否则香港,西藏和中国的年轻人会有什么感受。 林长佐表示,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,这是毋庸置疑的,我们不想附属在其他国家之下。 但他也说,当然,我们想要说,我们是独立的,但这样的用词会导致别人有错误的联想。 林长佐强调,最重要的,是打造一个更好的台湾,我们不想和中国争斗,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, 不关他们的事,谈及美国总统川普,林长佐提到,他对川普的感觉相当复杂, 社运圈的朋友们也不是川普的支持者,但林仍是美国为台湾最重要的伙伴, 现在是台美强化关系的最好时间点,也是我担任政治人物的重要工作。